你留意你炒中突股 其实一直炒了很久 但你唯独是发觉耐银耐险 或者劝伤甚至 是去到这三个市场的炒作 其实都已经是 比较快就已经是立刻散水 或者怎样成了 去到礼拜一 又有个上交所 又说有个金突股的一个座谈会的时候 下午才又跌 又再转升 今天又再炒过 所以其实你见到这个和以前那些炒的石油股 基建 电讯股 是四十五度角慢慢上的形态 其实很不同的那种玩法 所以始终我觉得耐险那些 我自己都很一样的 其实说真的 耐银耐险 你就觉得在中突股里面始终都是危险一点 但是有没有哪个区域你觉得都在中突股里面值得关注的呢 我想如果你真的 加上今天硬选的 我觉得你便留意一些基建股先 我想短期来计 那譬如你看 今天刚才所说的 其实你说大市上面是靠一些金突股去支持的 其实因为那些是进入了我们的指数成份股 但其实如果你说以升幅去计 其实今天那些基建股的升幅 都是跑赢了那些金突股的 无论你算是耐银还是耐险都好 所以我想如果你说真的要很短线 你又要拼一拼的 即都纯属是拼的 说真的 其实就 因为你看回 即overall 其实这一堆的基建股 三保也好 或者怎样都好 其实你看回它们的息率 就不算真的特别吸引 即是现在刚才Kathleen 你按了一只中铁 这只390 其实你看它的股息率都是4厘 或者你看其他186 或者1800 其实都是借近4厘多5厘左右 那你说是不是真的叫做 拿个息率去计好吸引呢 就是因为大家你中突股 其实在说要高分红 股息率又要吸引 你的现金流又要稳定 很强劲 那先不说它的现金流是不是真的叫强劲 那它们的负债比率是叫做有改善 或者怎样成 但是你在那个分红上面 或者在股息率上面 其实就不算叫做一个好吸引的水平 那你说纯粹是跟股价很短线的 momentum 那我觉得都可以去试一试的 又或者你看 比如你说 除了这三只 或者今天你见一七六六啊 中车那些 其实都叫做ok的 它走势上面 好像调整完 又上回5元附近那些 那就是你看它走势好像有少少 momentum 那你很短线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去博这些 但是这个就纯粹我觉得都是比较短线 短线博基建股的话是首选基建三部 还是其他的基建股都ok的 我想除了一只390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无论是11860 或者1766这些我觉得都ok的 因为390就是中铁就始终刚才所说的 就是它的息率就0044是低了一截的时候 那你说纯粹是这一段等着的炒作 或者是那个会不会那么容易吸引到那些钱 又继续流入去或者扔到价格上去呢 那纯粹是出于这个考虑 那你见通常你一动就整个系统 有几只一起动了 所以肯开的其实就是 但是你说纯粹是从息率上 就好像有少少被人低了一截 那这390就好像有少少被人低了一截